佛高阿难 注意念佛之心音不坏 也佛如是 对这个四句很重要 那说明 念佛心音真薄啊 不是假的 固执念佛法门 是真实不坏之法薄 我们要认真学习啊 那慈念佛妙法 先走先始 全心其修 全修再现 这几句话禅宗上常说的 自信其念 怀念自信 依佛果觉 作物音信 故令音信 等同过去 注意念佛 心音不坏 功德之宝 正是此心 故此心音 称为报音 那这些言语很简单 非常重要 我们要深究 我们要深究 不能含糊笼笼统念过 为什么 它能帮助我们 断烦恼 化息息 让我们功夫得力 让我们真正体会到 念佛有效果 往生有把握 这句话重要 这句话重要 几个人念佛 又往我 我们年轻时候 清静 参与法师 这在台湾是个很难得的 一个大头 我向他请教我 老法师念佛 往生 有没有把握 他跟我们说实话 没把握 为什么没把握 他有个毛棚 虽然很简陋 里面住了五个人 他也要管人 也要管事 也要给信徒们应酬 要不然 供养没有来源 这些都是他的烦恼 所以我们在想到 道场越大 烦恼越多 修佛 清静心 是第一关 我 心不清静 修什么 修佛 这个可以 修佛德 不是功德了 佛德能帮助你升天 帮助你来生的好报 不能聊生死 不能出轮回 还是毕业力做主 是个麻烦他 我们如何能把业力 转变成远力 我们就成功了 我们出了自利 就是利他 利他 还是自利 要明白这个道理 怎么说 那怎么说 利他也是自利 将利他这个 好事 功德 回向给求生 进度 这就 转 利他为 自利 总而言之 我们的目标 方向 就是一致的 决定不改变的 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这个重要 所以要知道 把念佛法门 称为 真实不坏的法宝 那下面有说明 念佛妙法 他们要极乐 九法界众生 修这个法门 通通得也 九法界上面是菩萨 菩萨推到最高 等就菩萨 念不念佛 念佛 文书菩萨念佛 普贤菩萨念佛 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的 上从等就菩萨 下到地狱众生 只要俘获 幸运之民 没有不生 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虽有品位不同 但是 那个世界是平等世界 这种菩萨念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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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还有 真有 真有 仕途三倍求品 那就不能成为妙啊 有 司徒三位修品 但是通通是阿维悦之菩萨 阿维悦之是法身菩萨 是圆满正德三不退的菩萨 微不退 行不退 念不退 三种不退传 通通得到 先祖先世 这一句讲的是道理 观经上说是 事先是福 事先作福 那进途法门的理论 就这一句 为什么念佛能成佛 因为本来事先是福 本来是福 现在我念佛事先作福 当然得事先是福 那不是没有理论做一句 所以信愿之明是全先祭修 那全修在现 信修是一步是二 信是自信本具 我们迷了自信才要修 修的就是信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是信的 究竟圆满的信的 所以全修在心 这个修就是 幸运之明 全修在心 全心祈求 那是一不是二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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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